清晨三點兩人鬼鬼祟祟 翻過圍牆 進到高雄輕軌前鎮機場 把外腦筋動到輕軌車廂 車廂上被人用紅漆 噴上UKA三個英文字母 還不止如此 其他車廂上也被分別噴上 藍漆、綠漆的塗鴉 一共兩列三節車廂遭殃 曾經列車整備的時候 就發現說這個列車有遭到塗鴉 所以我們先把車子留下來做清潔 那大概耗費了我們相當的人力跟物力 在當天幾乎有到六個小時左右 輕軌公司報案後 警方迅速逮到檢犯 才發現犯案的不只有他 經確定之後 我們本分局立即派員 將亡性犯嫌 待反分局有另三名犯嫌 本分局還在釐清 不只輕軌高雄捷運 也成為有心人事的畫布 桃紅色、藍色、粉紅色的塗鴉 牢牢化在捷運車廂上 害得工作人員得用化學藥劑膳後 擦了一天還沒有辦法擦乾淨 而這種擅自闖入塗鴉的情況層出不窮 因為一時的興趣不僅犯法 裡頭的設備不斷電 也還有觸電的危險 記者公益的張志凱 SNG小組高雄報導 這件事 我們不一定要製造 我們不方便